法庭上凶手竟然向受害者家属书中指 然后说出更龌龊的语言 他敢在法庭上如此猖狂 就是因为他这个精神病 他认为自己能够因此而逃脱法律的惩罚 可法官的判决则让他懊悔终生 hello大家好 我是宣扬爱与善良的壮举博主彭狗掌 前几天水游戏不是那个 做了一期庭审合集 反响挺好的 各个平台观看量都挺高 看来观众老爷挺好这口 既然这样勾掌就对症下药 而且这期给各位下的这是猛药 开头这个无比嚣张的凶手叫做T.J.莱恩 在俄亥俄州一所学校念书 年纪不大爱好挺广泛 涉猎的范围也是比较的政治正确 少数群体大家都懂的 可是他的好兄弟在最近跟他提了分手了 他非常的生气 他认为是好兄弟狗熊练芭蕾 劈腿的 劈腿对象是他学校的另外一个好兄弟 他怀恨在心 你说过好兄弟一辈子 差一天一个时辰一分钟都不是一辈子 谁把你撬走我就弄死谁 在2012年的2月17日上午 他带着枪来到了学校 在食堂里找到另外一个好兄弟 他怒从心头起 掏出枪对着好兄弟就是一对烂射呀 不仅打死了好兄弟 还打死了另外两名旁边无辜的吃饭的学生 打伤了三名毫不相干的学生 三死三伤 作案的时候他特意穿了一件写着Kaler的衣服 嚣张啊 老师和学生合力将其制服 扭送检察局 莱恩是一直不负不分 他开始了作死的表演了 他一直认为呀 我还是学生没到年纪 除了这点 我还有两个杀手锏 三个buff这么一相加 肯定能轻判我 说不定当庭释放都有可能啊 所以他在法庭之上 全程微笑 那是带着三分凉薄 三分绩效和四分 漫不经心呢 Kaler那个衣服没有了吧 他故意在这个短袖上用圆珠笔 自己写了个Kaler的字样 时刻告诉别人 没错 我就是凶手啊 这还不算完 他竟然在看到 受害者加兽的时候 向他们竖起了中指 接着更是嘴炮输出 用无比卑劣的词语 来攻击受害者和他的亲人 他的行为惹怒了所有人 他的律师马上说 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精神病 接着他的律师开始用了惯用的招数 他精神病啊 不能赖他呀 他也是受害者呀 因为他有一个万恶的家庭 他太可怜了 他对父母都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经常护欧 以至于三天两头的就进监狱 他也经常被父母轮番修理 有的时候甚至是双剑合并一起揍啊 把他给揍的呀 脑子不太灵光 精神也出了问题呀 法官大人呢 请看证据 这是在他的网上的留言 我是死神 而你们都是草皮 现在接受死亡吗 我不只是在嘲笑你 在我的力量之下 感受自己的渺小 在我的镰刀所带来的瘟疫中抽搐 你们都去死吧 所以肯请法官大人放他一马 经过调查 连确实有很多不正常的言语 那都不是中二了 而且那都扭曲变态了呀 另外他还是一个无安弯的法官大人 小心判罚呀 你要是被扣上 歧视少数群体的帽子 可就完了 法官听完律师的陈述 又经过一轮一轮的指证辩论 结合现实情况 法官拒绝了道德绑架 你说有精神病 请拿出鉴定报告来 拿不出来 好的 你要是认罪态度良好 这个案子还可以轻判 但是鉴于莱恩在体上的表现 对受害家属二次伤害 这简直就是不知悔改 如此之人放到社会之上 他还是会再犯罪的 绝不能让此事发生 最终法官派出莱恩 三个无奇徒刑 并且永远不得假释 你现在年龄不是不到吗 那就先到承诫所进行教育 等到年龄到了再去监狱吧 莱恩傻眼了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来到承诫所的莱恩 仍旧不知悔改 甚至和其他学员一起越狱了 但是不到20小时就被抓了回来 年龄到了以后 他真的被关进了监狱 他成了监狱里的公主 所有狱友们都非常在疼爱他 不知道对于他来说 这是福还是祸呀 第一个案件结束 咱们来看第二个 法庭上两兄弟为母亲报仇 暴打杀害母亲的凶手 甚至连罚警都拉不开 他们之所以如此愤怒 不顾场合要弄死凶手 都是因为这个凶手 太太太恶劣了 凶手叫做戴尔 62岁 俄亥俄州人 是死者的前男友 目击者都看到吧 他先是开车撞了死者 在死者腾得不能动的时候 他又下车 拿着枪对着死者碰碰就是几枪 多大车多大怨呢 这时候死者还有一口气呢 他不断哀求戴尔放过自己 戴尔仍旧不解气 似乎越哀求他 让他感受到 你没死透 我就让你死得透透的吧 于是他朝着死者清空了弹夹 更恶劣的是 打光泽之后 他竟然蹲在死者的身旁 近距离欣赏着死者痛苦的样 简直太畜生了 周围有人就报警了 警方很快赶到 下了他的枪降级制服 戴尔被抓后仍旧非常嚣张 大叫着 我想杀他很久了 我对他很好 到时候他自己作词 他辜负我 可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 警方进入调查 戴尔和受害者的朋友们都反映 这个戴尔那就是一个恶棍呢 他稍有不顺心 就对受害者拳打脚踢 戴尔以前交往过十几个女朋友 无一例外都被他打跑了 受害者也是实在是受不了了 提出了分手 戴尔流着恶鱼的眼泪 说了 亲爱的我改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呀 受害者早都看透他了 选择了拒绝 这惹得戴尔是气急败坏 我得不到的必须毁掉啊 于是发生了前面这个恶劣的案件 本案在俄罗州法院开庭审理 死者的两个儿子也到现场了 他们分别是安东尼和杰罗姆 他们听着凶手陈述是怎么杀害母亲的 激烈的愤怒再也压制不住啊 他们现在就了结了他 安东尼爬过桌子 扑向了凶手 拉着他的脚 把他从椅子上拖到地上 两名法警见状赶紧制止 就算被法警拽住 他也是不停地用脚的踢了凶手 杰罗姆趁乱扑向凶手 对他一顿暴打 场面十分混乱 法警一时拉不开 只好用电机棒把他制服 他趴在地上 说让所有人都心碎的话 法官也表示很同情他 但是你们这是扰乱法庭啊 还故意伤害啊 这得处理啊 最后两兄弟因为袭击 蔑视法庭和妨碍公务 被拘留了30天 而杀人恶魔戴尔 则是被判了个无期 牢底坐穿了 庭审的视频曝光之后啊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他们都支持两兄弟的做法 还表示要是我 我他妈也打呀 甚至有黑帮说了 等戴尔进监狱以后 我们就找里面的兄弟 好好招待招待他 希望黑帮兄弟能收到做到吧 96岁老爷爷因为飙车上了法庭 法庭上不仅有铁面无私 也有温情的存在呀 这个老人拄着拐杖 步履盘缠地走上法庭 他已经96了 今天是过来接受询问的 因为他在学校周围飙车 被人举报了 96岁的老爷爷飙车 这家伙这体格子 这心脏承受能力 人老心不老啊 男人至死是少年 还是鬼火少年呢 老爷爷连忙解释啊 法官被感动了 他询问老人儿子的病情 法官有些震撼呢 96了 应该被人端茶倒水的伺候 可他却不得不去照顾 自己的生命的儿子 法官对他也很是同情啊 得到了法官的理解 老人的眼眶也红了 他颤抖着再次向法官解释道 法官觉得老爷爷有点过度紧张了 他想让老爷爷轻松一点 正好自己的儿子也在现场 于是他指了指自己的儿子说道 接着法官对飙车的96岁老爷爷进行了宣判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最后希望啊 所有正义都被伸张 所有坏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 所有看勾掌节目的观众老爷 96岁时候还能飙车 奇闻鬼案尽在八国连 咱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